中文字幕志愿者 集结意味着整场联合军演 就拉开了序幕 在这个阶段 中国两国的海军舰艇编队 将按照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海域 完成编队的会合 在这个阶段 中国两国海军都将组织 编队的跨周围连续航行 我方的编队还要根据演练的 总体科目设置 组织不间断的操演操练 要确保我们舰艇 和所有参进的官兵 能够时刻保持着 待转机会状态 确保能够以最好的机会状态 投入到演员那个阶段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012年首次合作至今 中俄海上联合演习已经走过了十年 十年来双方不断深化演练内容 扩展演练区域 规范组织模式 高度互信 密切协同 务实合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稳步提升 我们将继续秉持历次演练合作精神 吸取借鉴 以往演练成果 进一步深化合作 不断推动两国海军 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能力 再上新台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